防止输入错误 那可能 可能 不是只有这两种 一种是没有输入 那没有输入的话 你可以全部一起 去判断 可是全部一起判断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就不知道到底哪一个错了 OK 所以像这个 我们来demo给各位看一下 这比如说我今天执行起来 他如果直接按确定 会怎么样 会发生错误 形态不符 这时候你可以按真错 他会告诉你说 哪一个地方 形态错误 在这里 为什么形态错误 因为这里面都空的 表示什么 传过来的东西没有东西 空的 那他不接受吗 你要叫他算 可是你不给他数字 他怎么帮你算 所以会产生错误 那所以要怎么样让他避免这个错误 就是 当他按下确定的之前 你要做什么 先在这个前面 B1 Click前面 怎么样 先做一个逻辑判断 什么样逻辑判断呢 那我在云端上有放 反正就带if Zen 中间有个逻辑判断 那我有 第1个叙述是 A到E 跟着你讲 A到D E不用 E是自动产生的 里面的文字 其中一个 如果是空的 那我就警告他 请输入资料 OK 那 这个时候当然你 程式就要跳梨了 如果你没有跳梨的话 他会继续跑 他就错了 所以会多一个叙述叫 Is this sub 意思说 到这里 就跳梨了 不要往下走 那这个地方当然 我直接把它复制好了 直接就放在哪里呢 放在 当他按下去的时候 我先判断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是 先判断一下 当然如果你要注解的话 其实一般习惯 自己再加上去好了 你在上面再加一个注解 如果 如果其中有个栏位 假设 其中 A 或 有没有 B 一直到D 那这个时候 就有点加了个保险了 那 也就是说你今天启动表单 假如你按确定的话 他会跳出 请输入资料 有没有 按个确定 但是他无法判断 到底是 哪一个 储存格 没输入 OK 他的好处是 反正全部都 都给你打了 但是哪一个 我不知道 也就是你按确定 就是你 比如说我这边输入一个 zzz 然后 假设我今天输入一个 你现在按确定 他还是 还是不会 他不知道 除非说你怎么样 全部都输入完毕之后 像这个 也是 反正只要一个是空的 他就不给你过 所以呢 如果说你今天呢 要能够写的更 精确一点的话 理论上应该要写成这样子 个别的 那个别的话就比较 比较 容易可以去 一个一个去判断 这个是全部 那我这边先把它 注解一下 把它 这个 这个注解是 使程式变注解 这几行 因为我不删掉了 放在这边当参考 那第2个是 个别的 不过个别的缺点是 你必须要写 假设有4个 文字栏位 你就要写4个判断 A写一个 B写一个 那所以 这个可能稍微麻烦一点 不过我先demo一个就好了 其他自己再写好了 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A没有输入 对不对 按下确定 他会出现 请输入姓名 而且按确定 游标还会再放回来 OK 就是多一个set focus 那如果B也是一样 C也是一样 到D 就是说 他会知道你哪一个没输入 这是个别的 那哪一种比较好 其实好像 还是有必要写个别的 会比较 比较明确一点点 如果你这样写的话 第1个你可以过滤掉 他有没有输入资料 好 第1个 第2个的话 那我们假如说 有输入资料 可是输入的资料 假如说怎么样 他输入的是AAA 这样的 升高有AAA 这东西吗 当然没有啊 所以他输入不是一个 正确的形态 所以呢 我们要讲 过滤掉 那告诉他说 请输入正确的 这个数字之类的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因为如果你给AAA好了 按确定之后 他就会 成事就挂掉了 所以 怎么办呢 第2个 请看一下 防止输入非数字 那怎么样防止非数字 其实在 VBA里面有一个函数 叫 Aslambric 这个 这个函数 他可以判断说 你的储存格里面 是不是 数字 那我这边 当然 我是把它全 就是 身高跟体重 所以B跟C一起 那你也可以 独立个别的 那我把这个先拿来参考 Ctrl C 一下 如果我加了这个之后的话 基本上他可以 比如这个地方按确定 这个是判断 有没有资料 所以 B C D 我想自己再加 第2个这个地方是输入 判断 判断有没有输入正确的资料 就是数字 那当然这个地方 我是用一个叫 Aslambric 那其实Aslambric 这个其实怎么来 其实 如果你记不起来那个函数的话 一般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你只要记得 VBA开头 反正在VBA里面所有的函数 你按个点 他就全部会帮你列出来 那也就是说 假如你有 时间啦 你就把每一个函数 如果从头到尾你都 试做看看 的话 那你就 基本上 所有VBA函数你就可以掌握了 所有的函数他帮你列出来 其中有一个是 是 所以你打个 IS 有没有 IS开头 其实很多 isarray 判断资料是不是一个正列 isday 判断资料是不是一个日期格式 is 什么empty 判断资料是不是空的 isarrow 是不是错误 诸如此类啦 其中的话有没有看到 这个 isnumber 那这个的话 实际上就判断 资料是不是一个数字 数字 isobject 大概会有is is开头的有这么多个 那我们其实就用这个啦 所以不用特别背啦 我的习惯就是尽量不要背 点下去就好了 那至于就是说 一般的书里面 通常不会写VBA点 直接就打那个函数 两种方法都可以啦 看你自己啦 那我的习惯是反正打个VBA 点很方便 那我就打一个VBA点 两种方式都可以 那你就直接 滑鼠油把点两下 再怎么样呢 刮斧 把那个 买b就升高 放进来 如果 如果不等于True 这个叫不等于True 不等于True 不等于True意思是说 不是的意思啦 预设值 它会回来是 True或False True的话表示是数字 False的话表示不是数字 就这样子 然后 C是不是 所以我一次比对两个 但你也可以个别 像我刚刚讲个别 Zen Matchbox 请输入正确的数字 那后面会多一个information 按豆点 其实这边有一些 比如说你今天希望 给它一个图示的话 因为刚刚Matchbox只有文字嘛 有点丑丑的 所以如果你希望 多一个 叫做information 就有点惊叹号 那你可以加一个豆点 VBA information 那表示说它会有个惊叹号的图示 我们试一下 你会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输入了 Zzz OK 那身高我输入一个 非数值的 好 它判断到了 我们来试一下 按确定 这个时候 它就会 侦测到了 你这个是myb myb里面的东西 用Islamberic 检查一下 你给我的是一个 非数值 它就什么 触发 它到这个 Matchbox 然后呢 请输入正确的数字 当然不是有个 VBA information 就这个东西 OK 但是如果你 想 因为后面有很多啦 因为 我就觉得它缺点是 它应该顺便把图 显示给你看 不然 你怎么知道里面是什么 那不过 如果没有 你就自己试吧 因为 以前我就这样慢慢试 一个个试试看 到底效果是怎么样 不然的话 可能坊间好像也没什么书籍 帮你把它做 列印给你看 我是很想帮大家做整理啦 用一个 然后 这个是怎么图 帮你拍照 但是我看 这太浪费我的时间了 OK 自己慢慢 而且也不是说 非常非常重要啦 你自己知道 以后就知道该怎么用了 VBA information 按确定 那因为我 判断两个 我只有这一个啦 所以我就直接把 Focus 放在B 因为这两个 我不知道哪一个是错的 反正放在B 如果不对 你就自己再移一下 OK 这个地方的话 是判断什么 判断就是说 当他输入的不是一个数字 那其他当然还有更多啦 你比如说 未来你可能输入一个什么 日期的话 前面有一个Isday 你用Isday 类似的方法 先判断一下 过滤一下 反正你就是只要是过滤 当他输入的时候 对或不对 我这边提供两个 可能比较常见的 就是第1个 他如果没输入的话 你该怎么办 第2个 输入的不是数字的话 该怎么办 那这个部分的话 程式写在这边 给各位参考 那你们可以 应该程式 不用重打了 这边反正基本很简单的一个结构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也就是说将来 你让使用者 可以快速输入的同时 也可以快速的 帮他检查 检查什么 他输入的资料 是不是 你要他输入的 如果 不是 那你就跳出一个 Messure Box 跟他讲说 你该怎么输入才对 这样的话 如果你这些都面面俱到 而且都把一些 可能的 状况都掌握的话 以后说真的 输入资料 基本上就不用 再去检查 其实很多事情 就真的一劳永逸 你 不会找你麻烦 所以很多时候 像我以前设计的 系统 真的放着 几乎 想到的问题 都解决了 你几乎他可以一直run 而且 几乎也不用什么maintain 他可以一直活得好好的 所有的可能性都想到了 反正使用者 不太会 输入不对的东西 自然他 资料库里面也不会有垃圾 不会有垃圾 也就不会有一些 可能造成 系统 不稳定的可能因子 这样子一个系统 不就都很稳定了 你就不用再去maintain 什么东西 反正系统 就会很自然的 很稳定的 不断的存在 OK 其实 很多系统 我想 公务上面 大概很多地方也类似 所以你如果想的 比较 远的 话 你规划好之后 其实说真的 很多问题 根本就不用再去care 不要说你只是 刚开始急救张 乱弄 弄好之后 然后放着 反正 几年之后 你要再花一笔钱 再花一笔钱 一直在花钱 对不对 那当然不是好策略 所以 教各位一些方法 就是h 你在输入的时候 可以把一些 可能的问题 先想出来 这些可能的问题 你自己要很清楚 把它列出来 然后把它写成程式 做一个 逻辑的判断 OK 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这部分先加上去 防止 输入 那个资料的 错误问题 发生